HELLO,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 MyEG 今天就跌了超过5% 非常的惨 我们就来全面的分析一下 首先呢,他在5月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他的股价呢,就涨上去了200元均线 涨上去了所有的筹码主地线 然后呢,成交量呢,又大量 这个当然是一个马路讯号 过后呢,股价就飙上去了 到这边 大概是一块多钱的时候 股价呢,就跌破了这个指质线 这个就是一个马路讯号 如果那时候突破的时候 应该是会买在0.80元左右吧 然后在这个位置 1.10元左右 还是不错的 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 他那天黑色星期一呢,就跌破了这个200元均线 过后呢,就跌上去 他有这个好消息 业绩 业绩也是不错 业绩也是不错 大股东 也是有买入 所以在业绩公布那天呢,股价就跌上去了 但是福恩如何呢 他才是没有能力的去挑战这个筹码风 他没有能力的去 close这个 gap 现在呢,他今天是跌破了这个5% 股价没有能力增上去这个 拦着线 这边有一个 筹码风 他已经是跌破了了 他的支撑呢,就是这个200天均线 0.875 0.875就是他的最后防守 如果 跌破0.875 没有能力再次的破底盘 这个呢,肯定就是一个 Match信号 现在他股价呢 被这个蓝支线跟紫支线压住 是 非常难看的 丑马峰 套牢盘 也是一大堆压住他 基本上来讲呢 他现在是处于下跌趋势 通常呢 下跌趋势 我们就不去操作 如果你要抓反弹的话 你可能要私下在这个200天均线 抓他一下 那这魂如何呢 也要卖出去的 因为这边太多套牢盘了 如果他连这个200天均线 也跌破的话 下个支撑肯定就是 跑回去之前的这一个 啊 整理区 这个红马峰 大概就飞到去0.80左右 所以 要不要去接到呢 我不要认为 就等他出现第二只脚 HIGHLOW的时候 再打算吧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 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在留言区 写上1 给我知道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这个筹码主力线 记得 这个视频过后呢 有一个细小段的短视频 是专门讲这个筹码主力线的 你们就继续观察 观看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哈啰 大家好 今天 双键 双键 就想向各位分享 双键的独门指标 All in one indicator 这个指标里面包含的三个小指标 它们就是 筹码主力线 六均线 跟这个牛熊指标 要注意的是 这个指标 只是可以用在Trading流的 chart罢了 通常呢 我都会用这些指标 来判断股价的未来走势 跟判断它的这个主力线 跟这个支撑线 再配合筹码风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现在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筹码主力线 六均线 牛熊指标的一些细节 筹码主力线 基本上呢就是由 四条线组成的 你可以看到呢 当股价突破所有的筹码主力线 它就是一个 马路讯号 突破之后 股价就一直往上升 反过来 如果它股价跌破了这个筹码主力线 这个呢肯定就是一个 马路讯号 牛熊指标 当 它出现的时候 牛熊指标出现的时候 就是一个马路讯号 这边出现了一个BOO 过后呢股价就飙上去 反过来呢 如果它出现了一个熊指标 BEAR 这个就是一个卖出讯号 股价就是往下掉 这个六均线呢 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它是包括了六条均线 除了这个六条均线之外呢 这边也有另外两条线 一个呢就是52周 新高 底下呢就是52周 新低 通过这几条线呢 我们大概是可以知道 股价呢正在什么区里面 正在盘整住 如果你也是想免费的使用 这些 从 ALL IN ONE INTIGATOR 投码准立线 牛熊指标 跟这个六均线 你可以去留言区 了解 详细 如果你是不符合资格 但是你又想使用的话呢 你就要 付费 加入我的WeChat小组 然后呢 再购买这个指标 在我的WhatsApp小组里面 我会 Share 大家如何使用这些 ALL IN ONE INTIGATOR 刚才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更详细的情形呢 就会在WhatsApp小组里面分享 如果你想购买这个指标的话 也可以用 我的WhatsApp号码 直接联系我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MOMO 在马来西亚推出交易功能了 赶快行动起来 使用MOMO 快速无延迟的交易系统 交易马股美股 ETF 任股证和房地产信托 并且你可以由MOMO 统一购买力 实现用马币购买美股 此外 MOMO高级订单功能 可帮助您取盈止损 立即下载MOMO吧 MOMO